嗨大家好我是卓 好久不見 之前有在其他影片跟大家分享過 我曾經有過撞鬼的經驗 結果引起很多很多人的好奇 所以我今天決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故事 那等等的故事會先從最不恐怖的開始說 但其實全部都不恐怖 如果恐怖指數有五顆星的話 今天的應該只有兩顆星吧 所以如果你是很期待會聽到那種 會讓你笑到尿褲子的恐怖鬼故事 那你可能就要失望了 因為真的不恐怖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啊然後我要先聲明一下 以下的鬼故事全部都是真實的 不是我胡說亂編的 我絕對沒有說謊 我發誓 這是我有記以來第一次遇到不屬於這個世界的東西 大概是在我國中一二年級的時候吧 確切的年紀我有點不太記得了 那一天就是一個很平常的一天 上完課補完席回到家寫完功課洗澡睡覺 就是所有台灣國中生的一天 你要問我有什麼不一樣的嗎 真的沒有就是很平常的一天 一切奇怪的開端是在我洗完澡準備睡覺之後 因為我從小就是一個比較膽小的人 超級怕黑怕鬼 所以晚上睡覺的時候不是會開著房間的燈睡 就是一定會打開房門 讓房外走廊的燈投射到我的房裡面才敢睡覺 當天睡覺前我一如往常的打開走廊上的燈 讓大家看一下睡覺使我房間的光線類似是這樣的 就會有一道微微的光線投射在牆壁上 因為門是半開的關係 所以牆壁上還是會有門的椅子 做完一些準備手續後很快的我就睡著了 大概睡了一兩個小時以後 反正睡不久 不知道為什麼我突然就驚醒了 那因為我是撤睡的關係嘛 所以驚醒以後我的眼睛剛好是面向牆壁的 這時候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我竟然在牆壁上看到了一個影子 下面是我為了這部影片所拍的示意圖 有點像是這樣 從人影上看不出來是男生還是女生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當下的第一直覺就是 她是男生而且還是一個小男孩 最詭異的是在我看到影子之後 她竟然還跟我講話了 雖然影子上是沒有嘴巴的 但我就是聽到了一個頭音 而且我記得很清楚她的開頭是這樣說的 不要怕 我不會對妳怎麼樣 我只是很無聊 想找人陪我聊聊天 妳願意陪我聊天嗎 現在回想起來真的蠻恐怖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在事情發生當下 我明明是一個很怕鬼的人 可是我一點害怕的感覺都沒有 可能是因為是小朋友發出的聲音 是同音嘛 所以感覺很無害 所以在當時我是回答她 好啊 之後我們就開始對話聊天 那我們兩個聊天的詳細內容 我真的忘記了 因為當時我真的很想睡覺 所以我無法很具細迷的跟大家講 我們兩個的聊天內容 之後在聊天聊到尾聲 我又快要睡著的時候 那名小男孩就跟我說 我之後還可以來找妳嗎 結果我腦子又搭錯線了 你們知道嗎 我竟然回答她 可以啊 這一句可以啊 完全就是可怕的開端 接下來這位不知名的小男孩 就每一天晚上都來找我 晚上睡覺睡到一半時 我都會突然醒來 醒來以後他就會開始跟我聊天 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每一天都睡不好 那你們也知道台灣國中生的科研壓力 非常的大 因為升學的關係每天都有非常多的功課 午習都要補到七晚八晚 所以小男孩每天晚上這樣來找我 不讓我睡覺 前一兩天我還可以忍受 但到後面我真的精神衰弱 這樣的狀況持續了將近一個禮拜左右 一直到有一天晚上睡覺睡到一半的時候 我又突然被吵醒 那天不知道我哪裡來的勇氣 可能是因為被吵了非常多天 我真的受不了了 於是我又對著牆壁大喊 我真的想要睡覺你不要再找我了好不好 結果你們知道嗎 原本我心裡預設接下來會發生的狀況 會是小男孩大生氣掐著我的脖子 讓我去死 但沒想到並不是 我竟然聽到了一聲甜甜的 好啊 之後在牆壁上的影子 一瞬間真的就是一眨眼的時間 就不見了 從那天以後 小男孩就再也沒有出現過了 事後我有把這件事情跟我的家人說 但他們一致認為是我在做夢 連續一個禮拜做一樣的夢 反正他們就是不相信我啦 也有可能是不相信我們家會有怪事發生 話說回來這名小男孩也沒有傷害我 也沒有對我做什麼恐怖的事情 所以他到底是不是鬼我真的不知道 甚至有時候我會懷疑他會不會是小天使啊 總之就是一個很靈異的事件 第二個故事發生在我大學時 當時我和我大學的男朋友 我們都會在假日的時候 一起去林口那附近的圖書館讀書 尤其是在期中期末考前 要臨時抱佛腳嘛 一定會讀到七晚八晚 某一次大考前 我們兩個又開始熬夜苦讀 在讀得差不多以後 大概在晚上七八點時 我們就收拾好書包 一起去林口常跟醫院那邊的餐廳吃飯 那你們也知道嘛 讀書是一件超級燒腦的事情 明明身體沒動 但是光動腦就會讓人家餓到發慌 所以我們就吃了超級多東西 吃到都快吐了 那我們兩個就想著 這樣的話不行 這樣的話直接騎車的話 真的會吐出來 於是我們就臨時起義去附近散步 結果走著走著走著 我們就走到了附近的一個小公園 這個公園非常的簡單 就是一組帶有溜滑梯的遊樂設施 還有幾個搖搖碼 散步散到這個公園時 剛好我們兩個走路走累了 於是我們就直接坐到遊樂設施上聊天 就像一般的情侶聊天那樣 講一下最近哪個教授很機車啊 哪一位同學的報告都不做 一直搭順風車啊 誰又和誰在一起了啊 反正就亂聊一堆八卦 大概有聊到三十分鐘左右 結果聊著 聊著 聊著 我突然感覺到不對勁 因為我們兩個在聊天的過程中 我的眼角一直注意到公園裡的其中一個小木馬 那個小木馬一直在搖 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你們有做過小木馬的人應該知道 他們那個彈簧啊 非常的緊 就算今天是有風吹過來 他也很難自己在那邊搖啊搖啊搖啊 那今天就算是有風好了 那也應該全部的木馬一起搖 怎麼會只有其中一台在那邊搖 一開始發現這個奇怪現象的時候 雖然在當下我覺得怪怪的 但我並沒有多想 我就騙自己說 會不會是有人剛剛經過撞了他一下 之後我就繼續跟我當時的男朋友聊天 我也沒有跟他提我發現到的事情 怕明明沒什麼事情 結果自己亂亂想越想越害怕這樣 大概聊天又聊了一二十分鐘以後 我就發現剛剛一直在搖的木馬 他還在搖 而且他搖的幅度是那種很大的 感覺就是有人騎在上面搖他 完全沒有要停下來的意思 這時候我開始覺得毛了 非常的毛 而且身體不斷的發兩倒汗 因為太害怕了 我就把眼神從小木馬身上離開 看回我的前男友 結果我發現我的前男友也在盯著小木馬看 之後我們兩個在對望眼後 我說 你看到了嗎 前男友回我 嗯 我又問 剛剛有人經過推了他一下嗎 前男友回答 沒有 我注意了很久 他自己在那邊搖了至少有過三十分鐘 這段對話結束了以後 我們當時就決定要緩一下 因為我被嚇到了 腿軟完全爬不起來 大概有緩了十分鐘以後吧 我們就緩緩的從那個公園離開 這段經歷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 當我們離開公園經過木馬旁邊的時候 他還在搖 當我們走遠回頭看時 他還在繼續搖 現在想起來 我還是有點覺得恐怖 真的蠻毛的 但說真的 你要說木馬會不會是壞掉了 也不無可能啦 但是我們在進到公園以前 那個木馬並沒有在搖 這也是為什麼我和我前男友 會這麼毛的原因 後來我有把這件事情 跟在醫院裡面工作的朋友說過 他說這是一個正常的現象 讓我不要害怕 應該是有小朋友鬼在玩木馬 他之前在工作時 也有聽到小朋友鬼 玩玩具鋼琴的聲音 畢竟是在醫院旁邊 怪怪的事情真的會蠻多的 最後一個故事是我這輩子 到目前為止遇過最恐怖的靈異事件 也是印象最深刻的 我到現在還清清楚楚的記得 所有的事發經過 以及那張臉 事情發生在我大一那一年 那一天是12月30號 為什麼我會記得那麼清楚 除了是因為真的太嚇人以外 還有就是事發後的隔天 我還跟大學的朋友一起去跨年 在12月30號當天一早 我就跟著我媽媽到家裡附近的廟拜拜 那以我媽媽的習慣 如果去拜拜的話 不會只拜一間廟 所以在當天我總共拜了三間廟 都是在北部非常有名的廟 在拜拜的途中 一切都非常的順利 也沒有發生什麼怪事 拜完拜我就回家了 結果在當天晚上 睡覺睡到一半的時候 我突然整個右半身全部發麻 而且不只麻還有點刺痛 重點是我還動不了 那因為我是側睡的關係 我整個右半身是面向天花板的 左半身是壓著床的 所以要麻的話也應該是左半身 不會是右半身 因為血液循環不好麻左半身 在麻的當下因為我還在睡覺嘛 所以我雖然覺得很奇怪 但我並沒有多想 之後我就迷迷糊糊 半夢半醒的睜開眼睛 沒想到眼睛一睜開 我看到了我生平最恐怖的畫面 一雙眼睛就貼在我的右眼旁 笨大的盯著我看 沒錯是另外一個世界的東西 是好兄弟 那名好兄弟就整個壓在我的右半身 他的臉也就貼在我的臉上 當時我可以感覺到 我整張臉非常的痛 非常的麻 非常的刺 像是被火燒一樣 而且那名好兄弟 他的臉整個是爛掉的 紅紅爛爛的 也是被火燒的那種感覺 非常的恐怖 看到這樣的一幕 我整個人嚇傻了 等到我真的管過來 試圖要尖叫掙脫時 我發現我怎麼動都動不了 我就只能眼睜睜的看到一隻眼睛 盯著我 貼在這裡 超級恐怖 現在想到我真的駝皮都在發麻 他大概壓了我有十幾二十分鐘 我不確定 因為對當時的我來說 時間真的過得很漫長 而且他不是只有壓著我而已喔 他的臉一直在我的臉上蠕動 你可以感覺得出來 他知道我在害怕 他故意在嚇我 後來我就開始在心裡 喊各路神佛的名字 什麼天上聖母啊 玉皇大帝啊 觀音佛祖啊 我知道的所有神佛我都喊了 但還是沒有任何效果 之後我就有點生氣了 我也不知道我哪來的勇氣 我就開始在心裡面大罵說 好啊你就壓我啊 壓死我算了 我死了之後我就去找你 我不只找你 我還找你的家人 要死大家一起去死 之類的瞎話 結果我罵著罵著罵著 我發現我的左手 就是貼著床的那隻手 竟然可以動了 這樣的發現 讓我燃起了一股希望 你們知道嗎 後來我就憑藉著我左手的力量 一股作氣把自己翻成正面 坐了起來 一坐起來之後我發現 剛剛那名壓著我的好兄弟 就站在我的床位 瞪著我看 而且我可以感受得出來 那個好兄弟 非常非常非常的生氣 除此之外我還發現 那名好兄弟是一個女生 雖然看不清楚他的五官 但是我就很清楚的知道 他是女生 經過剛剛被女鬼壓這麼久 我的心路歷程是這樣的 反正我都被你壓那麼久了 最恐怖的事情我都遇過了 我還有什麼好怕的 於是我就指著那名女鬼大罵 我說 你快點離開喔 我剛剛才去拜拜完回來喔 你在這樣壓著我 一欺負我的話 我明天就去拜拜 讓神明收了你 你們聽起來一定很瞎 但我當時真的是這樣對他講的 就是可能害怕過後的胡言亂語 在講完這一堆瞎話之後 我就開始跟那個燒死鬼 大眼瞪小眼 我就盯著他看 他也盯著我看 他非常的生氣 我就這樣看著他 他也這樣看著我 看到快要天亮 在天快亮以前 我的一個黃身 在仔細看床尾的時候 那名女鬼就已經不見了 他什麼時候離開的我不知道 也很有可能他其實一直都在 只是我看不到他而已 天整個亮起以後 我馬上衝到我爸媽房間 把這件事情跟他們講 那我媽也找了一個 對這方面比較了解的師父問了一下 得到的解答是 其實在廟的附近 都會有很多好兄弟 圍在廟門口 那些好兄弟會很想要進到廟裡面 可能想跟神明申訴啊 又或者想聽聽佛經啊之類的 師父說很有可能是我那天去拜拜的時候 氣場不好 跟燒死鬼的氣場很相近 所以燒死鬼就跟我回家了 讓我不要害怕 我在跟我媽講完後的當天 我媽就直接帶我去收金了 那這個故事也在收金之後 畫上了一個句點 很驚恐但好險我沒事 晚上我還直接跟我同班同學 一起去跨年了 所以應該也算是一個happy ending吧 至少我還活著 好以上三個故事就是我親身經歷過的恐怖靈異事件 可怕嗎?應該還好吧 那你們說是不是很玄啊 關於鬼 我自己在小的時候 因為聽過很多人講鬼故事 所以本來就相信鬼這個東西 然後在我親身經歷過這些事件之後 我就更相信了 這個世界就是無奇不有嘛 那我今天講的關於親身經歷的鬼故事 如果反響還不錯的話 我之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朋友發生的鬼故事 超級可怕 比我發生的可怕一百倍 我聽完好幾天都睡不著覺 好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希望你們會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然後還要祝大家新年快樂 牛年型大育 我們下次見 掰掰